1983年 潘靖福接到一项任务 中国将自主研制052型导弹驱逐舰 由他担任总设计师 但是从事了几十年舰船事业的潘靖福深知 这项任务并不轻松 新型导弹驱逐舰 是集合了多项高精尖技术的系统工程 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 研制出著名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也花了前后几十年时间 它涉及到国家工业的方方面面 集结工业 化工 清工的所有的系统 包括房子 楼梯上有的东西 建上都有 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 克服了技术上的重重难关 解决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1991年夏天 中国第一艘新型导弹驱逐舰 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 船台建造完成并成功下水 下水之后 又经过了长达三年的试验 调试和改进 最终达到了设计之初 所要求的全部技战术指标 1994年5月8日 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 112舰正式交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斗警报 上级通报 第一顾卫舰一艘为我当年海巨活动 上级令我舰立即牵戳 对其实施烫火攻击 近年来 无论是实战化演练 远海巡航 还是军事外交活动 出国连演连训 都出现了一款战舰的身影 这就是被称为中华神盾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2014年3月21日 首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铭铭舰入列人民海军 十年来 已经有超过20艘052D型导弹驱逐舰 加入人民海军水面舰艇大家族 这使得052D摘取新中国建造数量最多的 异形导弹驱逐舰的桂冠 同时也标志着052D成为新时代人民海支 水面舰艇部队的中坚力量 驱逐舰自19世纪末诞生以来 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各国海军的核心舰逐之一 它排水量适中 航速高 可执行多种任务 如防空 反潜 反舰 对地打击等 具备强大的综合作战能力 被誉为海上多面手 052D型导弹驱逐舰 则是现代多功能驱逐舰的典范 在人民海军中扮演多重角色 不仅胜任远洋主战任务 还能够协同055型万吨大驱 和054A型护卫舰 担当航母编队的带刀护卫 同时还能为两栖作战提供支援力量 并支持直升机和无人机的起降作业 不明白 正理阵起床 向我眼前去 接近 战斗紧帽 火锅起来 事舍事发 预备 发 052地形导弹驱逐舰 是人民海军第三代导弹驱逐舰的 极大城之作 具有较强的区域防空和对海作战能力 052地配备了多款形态各异功能互补的雷达系统 探测范围覆盖超远程预警 超视距对海探测和超低空补盲 不仅强化了052地的自动化作战水平 还能够通过数据链与编队中的其他舰艇 共享作战情报 将整个编队串联成一个大型作战体系 大幅提升编队信息化作战能力 这也正是052地被誉为中华神盾的根本原因 052地在国产驱护舰中 也是多个技术领域的开拓者 052地是人民海军第一型装备 新型130毫米速射舰炮的舰船 并率先采用了近防副炮 与末端拦截导弹搭配结合的体制 大大强化了末端防空反导能力 此外 052地也是人民海军 首款采用冷热共架通用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作战舰艇 它最多能够搭载64枚 包括防空 反线 对地导弹 与反潜用的火箭助推鱼雷在内的各型弹药 这让052地具备了多领域全方位打击能力 也让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作战模式 和装备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后续主战舰艇 特别是055型万吨大区的武器系统开发 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际上在052D之前 人民海军分别研制过052B和052C 两型导弹驱逐舰 其中作为第三代驱逐舰的先行者 052B型驱逐舰主要承担的任务是 验证新一代驱逐舰的平台性能 重点就是新型的船型 与动力系统的可靠性 而在武器与舰载电子设备方面 052B的设计还是比较保守的 主要是当时一些已经成熟的国产装备 与一些引进的外国装备进行结合 而052C型驱逐舰又被称为初代中华神盾 它是国产第一型装备大型四面有缘相供的雷达 和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导弹驱逐舰 奠定了包括052D、055在内 我国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的基本架构 尽管因为时代的原因 052B与052C在性能上还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也都没有被大批量的建造 但正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052D型驱逐舰才能够后继勃发 让人民海军水面舰艇的技术水平 跻身世界前列 堪称人民海军装备发展 小步快跑策略的典型案例 十年来 052D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战斗力也在持续提升 一方面 052D船体平台的设计 一直在持续迭代 例如为了提升航空运用与无人机协同能力 而延长尾部航空甲板 而更重要的是 052D上的各类作战子系统 也在不同的建造批次中有所变化 在前期批次的052D上 禁防副炮采用的还是 每分钟射速数千发 七管转管炮的857火炮综合体 而后续建造的052D则换装了 每分钟射速超过一万发 被称为万发炮的 11管新型禁防火炮综合体 从射速数千发到射速一万发 是通过增加炮管数量 并不能够实现这样的突破 更复杂的机械结构 更顺畅的系统配合 更严格的可靠性要求 一个个问题都摆在了中国军工人面前 对于承担万发炮火炮单元研发任务的 每人几十本手写研发笔记 研发团队昼夜兼程的努力 无数次试验 万发炮终于研制成功 做实验经常这样 那打个多少 基本300多发 那种呼呼呼的就完了 你就看这一团火出去就没了 它必须要就这种高射速 在研制过程中 还成立了一支特别的老专家团队 组建团队时 他们年龄最大的已经73岁 最小的也有63岁 正是这样一支团队 坚守把一切献给党的兵工精神 提出采用双路双向共弹的创新思路 为万发炮后续研制指明方向 这一技术在我国上属首创 也是主要创新点之一 一次能够锁定多个目标 火力输出令人望而生畏的万发炮 不仅已经大批量装备在052D上 也逐渐成为人民海军 其他各型水面舰艇的标配 除了万发炮 随着新型雷达 新型导弹等一系列 凝结军工人汗水与智慧的 新型作战系统 不断投入升级改造 052D的战斗力也会越来越强 在老战将舰退役一年后的2021年12月 一艘贤号与舰鸣都与他相同的052D改进型驱逐舰 正式加入南部战区海军 现在的战将舰是人民海军第二艘以战将为名的战舰 它的上一代正是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 而且贤号也是165 能够同时继承上一代的舰鸣和贤号 这在整个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中都是屈指可数的 相对于老战将舰 第二代战将舰 无论是作战领域 作战维度 还是火力强度 早已是前辈妄成若及的 新战将舰全舰都安装了中央空调 这是因为舰艇在远航时要面对大洋深处的风浪 跨越海区经历冷热环境变化 这不仅仅是为了舰员在执行任务时更加舒适 同时也是各类电子设备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 在远洋作战时 保障力就是战斗力 在先进的舰艇 战斗力也是由操纵舰艇的人来实现的 所以改善舰员的生活环境 无疑是保障打赢本领的重要途径 舰艇空间相对封闭逼则 人流 物流 信息流高度密集 多人多机协同工作 人机界面交互操作繁多 关系复杂 为此052D在设计的时候 就从多方吸取经验 在生活舱室与设备布置方面 充分考虑人机功效 以洗衣与烘干系统为代表的 现代化生活设备的引入 也大大改善了水兵的生活体验 由于052D的吨位比旧型号舰艇大 因此舰上的生活空间更加充裕 一些舰艇甚至设置了独立的女兵舱室 以及图书馆 健身房等休闲娱乐舱室 作为舰艇的心脏 动力系统的改善 也是新战江舰纵横深蓝的底气所在 以老战江舰为代表的 国产第一代驱逐舰051型 采用的是蒸汽轮机 这种动力装置虽然单机功率大 工作平稳 寿命较长 但是整体装置较为笨重 耗流量也大 而且在出发前需要提前烧锅炉热机 才能产生足够多的蒸汽 推动涡轮做工 而052D则同时装备了柴油机和燃气轮机 在日常巡航时 可以使用经济省油的柴油机 在作战和高速机动时 则可以使用动力澎湃的燃气轮机 兼具了远航程和高航速 同时大大缩短了舰艇出航准备时间 提升了舰艇的反应速度 事实上 舰船的动力还与人民海军驱逐舰的命名紧密相关 国产第二代驱逐舰中的051B型驱逐舰 深圳舰 以及051C型驱逐舰 沈阳舰 石家庄舰 由于仍采用与国产第一代驱逐舰 相同的蒸汽动力系统 所以沿用了051这个系列代号 而最新的国产第四代万吨大驱 首次采用了全燃气轮机动力 因而被赋予了055这一全新代号 2023年5月 新一代湛江舰从军港截蓝起航 赴马来西亚参加第16届兰卡威国际海空展 在展会结束后 他又赴印度尼西亚参加科莫多2023多国联合演习 这是新一代湛江舰自2021年入列以来 首次走出国门参加军事外交活动 年轻的湛舰上也有年轻的水兵 他们与新一代湛江舰一样 也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远航 在今天的湛江舰 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 90后与00后都已经走到任务一线 起航带揽的 航行直更的 检修设备的 在不同的责任与使命中 追求无限可能的年轻舰员还有很多 在远海大洋 在常人看不到的平凡与忙碌中 燃烧着对未来的无限渴望 在人生的第一道深蓝航祭上 他们许下自己的心愿 贴在湛江舰的许愿墙上 而他们也正在与战舰一同成长 走向成熟 作为第十六届蓝卡威国际海空展中 唯一一艘参加开放活动的驱逐舰 战江舰吸引了大量观众的注意 而战江舰与中国海军官兵展现出的良好面貌 也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我觉得舰点开放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登领你们的舰艇 内部参观 所以觉得也很有意义 刚刚看到这个舰靠过来的时候 我们在下面我们一大帮人挥舞国旗 然后当时感觉到船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机动都要哭得出来一样 它既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组合国力 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军事装备的制造能力 所以说我这个高或者是强的话 其实是我们战舰舰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一个高牌 军舰是航行的国土 军舰的形象更与国家形象紧密相关 近年来 以战江舰为代表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在大洋上的航迹越来越远 参与的海外行动越来越多 成为展现中国海军开放自信 以及中国国家友好形象的一张重要名片 哈喽 中国海军 不知道听见没有 我爱你们 谢谢你们 谁也没想到我韩球还了这么久 一直在南非能看到中国的军舰 我一场兴奋 中国海军 这里是中国船长 我来自四川 我正在经过你的右旋 好的 非常感谢 有你的保护 我太开心了 中国海军终于走上了深南 感谢你们 好的 不客气 好 谢谢 谢谢 祝你们航行愉快 052D是人民海军新时代建设成就的缩影 事实上 伴随数十年来海军装备建设的发展 今天的人民海军已经拥有了定位明确 体系固步 种类全面的新一代驱护舰家族 在近海 以056A为代表的轻型护卫舰 实行着基地防御 近海巡逻等任务 在远海 以054A型为代表的大型护卫舰 负责反潜与中程防空 而近年来 采用全然动力 综合隐身设计 骑程围杆等诸多新技术的国产055型万吨大驱 低量助列 船母带刀侍卫的力量 正在不断壮大